每根立柱的上方 这里是有一个孔的 我们买过来一个造型的 要把这里给堵住 现在还没到货 现在似乎打磨的就是这些焊接点 每个地方都要打磨 打磨好了之后才可以上漆 我们来看一下 栏杆的防线漆 我们选择的是板立设的 这边支付焊接的是吊台 下方我们做一个楼梯 一直延伸到水里面 以后我们游泳的话 可以爬这个楼梯 上到吊台的位置 做好了之后 要直接安装在 吊台的这个台面之上 这边是已经都打磨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的 全部打磨了一遍之后 就可以上漆了 所以说工作量是很多的 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台子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确实挺大的 一眼看过来 整个院子都沾满了 相当于加宽的位置 比我们原来的院子还要宽一些 我们好 朋友们好我是石头 很多朋友私信留言问我 在院子门口我们搭建的吊台 还有这个台子到底花费了多少 其实我也想给大家总结一下 但是有很多不便之处 所以说这边就不过多的去说了 只能跟你们说 如果是建一栋小房子的话 基本上是足够了的 因为这个台子大家也看到 我们用到了很多钢材 用到了很多料 而且两三个师傅做了这么些天 现在整个台子已经是搭建好了 还等着树木地板过来 然后再安装 就可以完成了 师傅今天是过来安装 立柱上面的堵头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盖子一样的吧 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那我们就去看一看 这个楼梯就是为了以后 方便下河游泳的 我们来看一下 效果到底怎么样 朋友们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到底是放在这边 还是放在这个位置呢 只能放在两个角落 放在这边的话 我们钓鱼就不是很方便了 我感觉这个钓位可能会更好一些 放下去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度了 这边要焊接 给它固定起来 我们还是决定给它放在那边的 这边是一个很好的钓位 不要给浪费了 今天因为没有太阳怕晚上下雨 所以我们现在打磨好的暂时不上期 先把这个下水的栏杆 先把这个下水的栏杆 栏杆给做好 明天的话就可以安装了 现在先调一点的漆 我们买的是红色的 相当于是反例色 加上这样的一个黑色的两种配比 再加上一些 吸食剂 黑色的漆就是这样子的 加上颜色的漆 两种配比 出来的颜色 就有点像那种 猪肝或都是深的板泥色 就是这个栏杆 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决定的话 还是放在这边 也就是房子正门口的左手根 这个位置的水要浅一些 钓鱼的话 相对来说 应该水面水边比较好钓一些 这个栏杆 我们做的是比较大的 考虑到以后 下回游泳的话 做的太小 不好上岸 在上岸之前 也都是需要先打磨好 来看一下 颜色到底怎么样 基本上以后 我们栏杆的颜色 也都是这个样子 其实还可以更深一点点 蓝沾的那边 刚才已经打磨好了 今天我们搭建的这个钢架台子 要完成工作了 当然还有最后的树木地板 还没有安装 现在安装的是 立柱上面的一个造型吧 在这边还买不到 特地从其他地方发过来的 从广东那边发过来的 来的挺远 很简单的一个造型 很简单的一个造型 那时候可以刷上防锈的气 就可以了 那其实这几天 之前画的视频 很多朋友评论留言说 这个钓台搭的是太完美了 增加了很多分 其实很多朋友都想来到这根钓鱼 这个位置是挺宽的 好几个天然的鱼窝 我们台子的两边 分别有两棵枇杷树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枇杷已经熟了 往河里面钓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鱼窝 这边盖上去之后 直接打上螺丝就可以了 一边打一个螺丝 打两边 朋友们 考虑了之后 这个楼梯的踏步 我们还是决定 铺上树木的地板 如果有朋友过来 穿高跟鞋 不铺地板的话 确实不好走 从这边走下来 就是我们的吊台了 紧挨着水平面 大概有20个平方左右 这边我们就不坐栏杆了 到时候 这边坐一个楼梯扶手 可以下到河里面去游泳的 这个位置 我们叫师傅 焊接了一小块 度行管 以后我们在这边 铺上一层 防止木 我们的钓具 钓箱 都可以摆放在这边 懒得每一天 搬上搬下 你们觉得怎么样 到底方不方便呢 其实 整个台子 用料是很足的 担心下午下雨 我们上午做了 一点点防锈的器 后面就不做了 还是要等着 开太阳的时候 把所有的防锈器给做完 包括这些立柱 在水里面的 都要等着水位下降了之后 一起来坐 其实在这边生活是很方便的 这栋房子距离县城 大概有十公里 距离附近的乡镇集市 有三公里左右 乡镇有一处集市 每五天赶一集 也是土家集市 但是这边赶集的时间很早 天一亮之后 陆陆续续就有很多摊位 开始摆放了 老百姓就开始做生意了 很多都是像这些村里面的老乡 拿着自家的东西去贩卖 然后再买些东西回来 如果我们不想赶局的话 也可以在城里面 和一些老百姓自己去买 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养鸡鸭 有的人还养猪 就在我们房子的背后 有位大叔还养了五六头牛呢 这边一到每年的冬至 就开始杀猪过年了 腊肉是这边的特色 味道是非常好的 那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台子搭建的怎么样呢 整个台子我们发了很多成本 但是我觉得 这个台子完全是值得的 因为这个台子把整个院子加宽了很多 住在这边以后就非常的方便了 以前整个院子大概也就五六十个平方左右吧 现在加宽了六七十个平方 就有一百多平了 而且离河面是更近了 反正是更好了 一会儿的功夫 师傅们就把这些堵头啊 装饰的这个盖子吧 基本上就已经装好了 我记得上次有朋友告诉我说 这边的竹子把它给砍掉 要不然挡住这些钢架结构的台子了 大家认识吧 在我们当地这些竹子呢 我们叫做棉竹 基本上它是不对外生长很宽的地方 意思它就是在这块区域 它生长的话 全部长出来的竹边都在这块 它不会长得整个院子都是的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 我们台子搭建好了之后 竹子在外面 如果以后往这边长的话 我们砍掉就行了 它不会像其他一些男竹啊 苦竹啊到处长的 其实这些竹子的造型是挺不错的 因为它的叶子也很有特点 竹子是比较软 男竹的话就比较硬 长高了之后 它会自动的下垂 大家看一下 感觉就像垂柳一样的 其实挺美的 这边如果作为一个背景 在那边拍照片啊 拍视频啊 都是很好看的 你们觉得呢 如果砍掉的话 那确实太可惜了 其实我们这个院子最吸引人的 也就是这个河面 还有房子周边的一些竹子啊 还有一些大树 站在院子 往远处一看 心情格外的舒畅 对不对 青山沥水 燕草大河 背靠大山 反正是让很多人都向往的 我们又准备在院子的旁边 去租一块地 然后自己种菜 以后这边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田园小院了 朋友们视频的最后 石头也想问你们 如果换做你们来租这栋房子 你们打算怎么去改造呢 好了 我是石头 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 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 拜拜